荒漠甘泉3月30日 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 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 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 这是我手所定的 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 以赛亚书50章11节 这是一个严重的警告 对付那行在黑暗中而想设法自救的人们的 神说他们好像自己点火 用火把围绕自己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意思说 当我们在黑暗中遭遇试炼的时候 我们总想自谋出路 不肯信神靠神 我们本该让他施行拯救 可是我们顶喜欢自己筹划 我们寻求理由的结论 亲友的劝告 结果就会采纳一个不出于神的方法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点的火焰和火把 神要让我们行在其中 但是结果却是悲惨 所以亲爱的 不要想用自己的谋算逃出黑暗 我们该等候神的时间和神的方法 受试炼是学习我们所需要的功课 有产式的拯救会阻挠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我们应该把一切的难处交给神 只要有他的同在就该甘心等在黑暗中 请记得在黑暗中与神同行 强如在光明中单独行走 一字微小的声音 The still small voice 我们不该干预神的计划和旨意 什么时候我们摸一摸他的事情 我们立刻会弄坏他的工作 我们尽可以把钟拨到我们所要的时间 但是我们不能改变实在的时间 我们尽可以劈开玫瑰的花蕾 可是我们劈坏了那花 照样 我们尽可以谋算来躲避神所要我们经过的遭遇 但是于事无补 所以我们该将一切完全交给他 让我们助手吧 让我们对神说 只要照你的旨意 不要照我的旨意 麦里德 Steven Merritt